快人快语天下事 京腔京韵老北京 王沪宁王沪宁 到处围堵习近平 民主讲话被蒸发 全过程变成全失踪 核心有点懵 大湾区政策送优惠 拉拢分化反送中 港人表示很无感 一边怒了小粉红 党出卖我们护其手 都出来 咱们也上街 做废青 临政街下维稳令 迎头撞上大学生 山户海啸灭中共 中大学上最高升 月娥的脸 铁青 中文大学有传统 反共复国山海盟 新火相传谁点人 国学大师钱先生 提起钱木 毛腊肉羡慕嫉妒恨 简直要发疯 都晒成腊肉了 还不消停呢 歇了吧 羡慕肚嫉害也没用 厌别这狗邪气呀 腊肉把水晶官都撞出大窟窿来了 一通喊 知识越多越反动 第五代领导人哪去了 听我命令啊 一二三 丢掉幻想 准备 斗争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品立东茶 听天下事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一转眼功夫 立东又到了 2019年 已然进入第四个节气 最近北美是阴雨连绵 气氛急剧下降 北半球的各位茶友们 也得注意出门加衣裳了 没错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 可得好好珍惜 天凉得热补 咱们先说点火爆的吧 李正 暖暖场 城啊 只要你能拿出来 说来就来 注意了各位 超级好消息 中国的民主已经实现了 有蒙事 是不是说习主席上海讲话那新名词啊 全过程民主 拿旧消息护认我们 别急啊 消息是有点旧 可是一直讨论到现在 长读长心呢 还长读长心呢 行 听听您这新解读 我先从头说啊 二号 在上海考察的中共国家主义习近平 来到常宁区 虹桥街道 古北市民中心 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 习主席呢 现场发表了重要讲话 就说 我们走的是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 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所有的立法决策 都是依照程序 经过民主酝酿 经过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产生的 这习主席好容易才憋住 没半截笑场 在这之后呢 新华为平立马跟进 解释说 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就在于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 通过充分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 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从而有效解决问题 不是等会儿吧 您来 找到全社会意愿 和要求最大公约数 还众人的事 众人商量 这新华社笔杆子 没瞅着香港的方向 说这番话吧 人那头可是五大诉求 诉了五个月了都 二百万人出来参与商量 这还不算代表 全社会意愿呢 二百万香港人 算不算众人 这谁给解释一下 这个 你这问题啊 估计玩小不话 那么得这么回答 您说那两百万 那是香港人 我们说参与商量的 是众人 不是一众人 这就是您的新解读 不是我的新解读啊 是崴脚部 大叔大妈妈的新解读 我晕 不成啊 崴脚部严重有 高级黑的嫌疑 全让王沪宁给交坏了 王沪宁还闹心呢 习近平这话一出口 王沪宁听了以后 立马不愿意了 怎么着 没经过我泥稿 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呀 这还了得 给他尽了 这就尽了 县官不如县管呢 王沪宁管宣传口 一点没客气 习近平讲完那段话以后 新华社第二天发的 3300字通稿 央视报道等等等等 一概把习近平这段 重要讲话掠去了 这倒干净 外媒都看懵了 这么重要一心思想 怎么说完就蒸发了 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啊 这王沪宁一辈子玩笔杆子 语言化妆师的外号 可真没白叫 全过程半过程撂一边 民主这事儿 还是掐个树叶盖上吧 越说越麻烦 连那大五毛 云小亮都知道 党说那民主 就是专张 核心啊 光顾着宣传四中全会 那制度优越性 道路自信了 把这茬给忘了 就是 不过这么一看 白让人半天一锤定音了 锤跟王沪宁手里边攥着呢 这阴谋家就是阴谋家 阴谋家有经验啊 知道哪些话题 有可能节外生枝 引起连锁反应 所以呢 这有些雷人的话 还是说完就蒸发了吧 这反复念叨 容易把爱国群众给念叨醒了 这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你知道最近粉红造反那事吧 粉红造反 什么意思啊 就前两天习近平韩正 密集会见林郑月娥之后 全世界不都盯着香港事态呢吗 知道啊 小粉红们都欢呼雀跃的 没人造反呢 甭急你往下听啊 就在香港事态格外敏感的时候 林郑月娥周三 也就是六号在北京表示 中央政府已经同意 推出多项新措施 为港澳居民及企业 提供工作生活上的便利 包括对港澳居民的大湾区购房 放宽限购等措施 7号的时候呢 中共官媒纷纷登载了新闻 叫大湾区16项汇港新措施 宣布对香港人大湾区购房 全面放开 这招财猫党 已经开始向港人招手了 快来 我们这有新政策啊 拿自由换堂吃 但凡不缺心眼的都知道 这党收买分化港人的心呢 要争取合理非 放弃抗争 分化勇武派 搬出一大蛋糕来 砸那些买不起房的香港人 没错 党啊也是没想到 大湾区16项汇港新措施 那蛋糕是石头做的 搬起来以后没举住 直接掉自己脚面上了 这够准的这掉的 精准投放 直接把这五毛战狼小粉红 给分化了 挫护啊 被这党妈洗了脑以后 仇视港人那帮户起手们 整个一五雷轰顶啊 气得也胡喷乱骂上了 能不生气吗 要说也是 人有失手 党有漏蹄 憋了五个月 憋脸通红 憋出这么一大招来 香港那头 到底能套出几个人 还不好说呢 先把遇前网络红军 给冲了个稀里哗啦 这回 这回行 一打俩响 两头不讨好 搓火加平方 彻底瞎没了 了解党内套路的茶友 应该能想起来 这所谓好政策 其实就是前一阵 转移港人注意力的后续 中共不有一阵 痛批李嘉诚吗 说香港人日子过不好 都是香港房价 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 是那么说的 想用经济手段收买港人 让他们放弃 保卫自由的抗争 粉红五毛 可是绝对想不清楚 这里头党的小九九 光盯上党 给港人开出那些条件了 一个个的玩命 怎样运气 六叔 你给大伙说说 大湾区十六项 惠港新政策 给港人开那优惠条件吧 简单说说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 新闻网消息 第一类 是给港澳居民 提供的优惠措施 包括 香港居民如果在大湾区 内地城市购房 不需要你的本地居住 学习或者工作年限证明 也不需要你 缴纳个人所得税 和热保条件的那个证明 还有呢 支持香港居民 在内地便捷 使用移动电子支付 还有保障 在广东工作的 港澳居民子女 和内地居民子女 享受同样的教育 还有 非中国籍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 往来越港澳 大湾区内地城市 可以申请办理 有效期两年 到五年以内的签证 或者是拘留许可等等等等 反正这优惠政策 一共有七项呢 您就说 五毛战狼粉红们 这心里能平衡吗 所以啊 推特账号 社会主义铁拳 就是好呀就是好 他就发了一推 说 中央今日宣布 放开香港人 在大湾区的购房条件 取消工作社保等限制 护其手文讯 哀鸿遍野 如丧考笔 本条推文链接 在展示 社会主义铁拳之下 神州大地 一片生灵涂炭的景象 共计二十多张截图 请大家随意享用 有助于排解郁闷 恢复一天好心情 底下呢 贴了二十张 各种护其手们 翻牢骚的对话截图 咱有个热心茶友 也给整个下载了一遍 都给发过来了 听我念几个啊 前段时间挺政府的那些话 全都喂狗了 真寒心啊 寒了他的党国心了 一直关注香港事件 痛骂费青 现在寒心了 我不配关心政治 国家也没把我们百姓当人 港台同胞都是超国民待遇 跟杨大人一个样 对不起 我脱粉了 不好 这位要反 还有 我以后开始支持香港费青了 内地汉人是韭菜 他们才是人 心痛啊 心酸啊 心累啊 太不公平了 拥护党和国家的 反而没糖吃 这位还想吃糖 连糖纸都没给您准备 还有这位 内地人敢烧国旗吗 内地人敢杂政府吗 内地人敢上街游行吗 香港人敢 然后还没事 还有买房优惠 哈哈哈哈 觉得不公平啊 就学人家闹 行了 这网警已经记录在案了 这位 最后有一网友这么说 人家可以 我们不能 有什么办法 以前也不是没闹过 躺坑一碾 水枪一冲 一点痕迹都没有 能怎么办啊 嗯 忒残酷了 一边悲观气氛 一边还得猛刷凤凰网 那大湾区惠港政策的消息 据说国内网站 据说这条消息 国内网站的阅读量 已经高达4.4亿 绝对热度报表 心理阴影面积 估计也破级路了 那你还没说香港人 也不买账呢 啊 听听香港网友这留言啊 嗯 听听 说快来为祖国括号共产党的楼市接盘吧 香港人会吃这个鱼饵吗 就是 还有 要我回内地买房子 我比较想拿钱去台湾或者泰国买 嗯 还有 真正香港人不需要大湾区 去大湾区炒房的都是什么人 香港人不背这个锅 得 党要没咒呢 党是当挥类大甩麦玩的 结果弄里里外不是人 这七号这天 党是超级狼狈呀 哎 谁说七上八下来着 我看七号也快成党的倒霉日了 喝凉水都塞牙 一堆闹心事呢 还有什么闹心事 多了 我再跟你说一个啊 你说啊 十一月七号是俄罗斯十月革命周年日 老中医特朗普 又对党高举的共产主义旗帜开炮了 川普政府宣布 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第三年 七号当天 川普呼吁 人类要建立一个 没有邪恶共产主义的未来 又哪壶不开提哪壶 咱听听川普这总统声明吧 说在这个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 让我们铭记被共产主义害死的一亿多人民 又说这事了 今年这个纪念日 恰逢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 1989年11月9日 人们坚定的把里根总统的话付诸行动 推翻了极权主义的象征 柏林墙 告诉全世界 民主和法治将战胜压迫和暴政 我们纪念这一天是为了受害者致敬 同时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捍卫珍贵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产生和平和释放繁荣 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没有邪恶共产主义的未来 白宫还有声明呢 说的更刺耳 共产党在假冒解放的名义下展开的运动 系统性的剥夺了神所赋予人民的自由信仰 自由结社 以及我们真实的其他神圣权利 共产极权国家使用强迫暴力和恐惧 压制了渴望自由的公民 美国重申坚定决心 即要为所有渴望未来更光明 更自由的人燃起自由之光 党这领导又得集体排队上厕所换尿不湿了 不给你换断货不算完 要气要怕能不尿急吗 就是 中共也不知道往哪使劲好了 国财办冲台湾一通挥舞那会谈26条 党啊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紧着忙活 大股权主播海霞这不蹦出来喊话来了吗 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相连 弯弯回家吧 结果海霞这话一扔出来 立马把党那耿嗓烟喉给堵上了 两岸女主播隔空过招 关键被人家台湾女主播一招致敌给撂那了呀 又玩现了 说说这事 7号的时候台湾女主播陈宁关 现场直播 回应央视女主播海霞的回家呼唤 说的特别逗 哎你学学怎么说呢 听着啊 我觉得很扯哎 香香一回家就被家暴 拜托 弯弯不回家 弯弯看到香香一回家就被家暴 看都看得怕死嘞 谁要跟你回家 行了 听完这话 央视台长把海霞一通臭骂是躲不过去了 让你出去抖鸡蛋去 还弯弯 卖什么嗲呀 这活还能不能干了 干不了说话 伺候党这活真难干了 要怎么说货不单行呢 7号这天还有一事呢 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典礼 这毕业生一出场 灯全亮了 行 说说这事 话说11月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中大学生用抗议的方式庆祝毕业 毕业生的集体合作 举着超震撼的大标语出席 校方不敢阻拦 最后宣布毕业典礼提早结束 这好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就这样风雨兼程 今天你又去远行 正是风雨浓啊 咱俩就别对歌词了 接着说毕业典礼 接着说吧 据多家港媒现场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7号早上 举行毕业典礼 一大清早 中大毕业生在港铁大学站集合 很多毕业生 头戴微煞的面具和头盔 手举中大人不革席 还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标语横幅 一直游行到风火台 百万大盗 沿途高呼香港人反抗 等等口号 高唱愿荣光归香港 我看报道了 到风火台那会儿 突然窜入了一个 说普通话的人 拿着一把刀 一通唱党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最后直接被保安给带走了 有点精神错乱的感觉 游行的学生们在风火台前面 为抗争过程中受伤的学生 和离世的市民 默哀一分钟 然后毕业生代表 用中英文宣读声明 批评港警暴力执法 港府不回应市民诉求 拒不追究肇事者责任 游行结束以后 学生们进入典礼会场入座 中大校长段崇志和嘉宾一进场 毕业生集体战力 举起超大号标语 无拒枪弹 捍卫真相 我们不拒他们的枪口 他们却怕我们的镜头 这些标语 这口号可真够震撼 等到一奏中共国歌的时候 毕业生立马集体转身 背向礼台 集体高喊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结果是不闻国歌声 维闻口号声 不闻记住声 维闻女叹息 这花木兰要出场了 那帮女学生 真跟花木兰差不多 连过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家长 都服气了 有一家长 黎先生就跟记者说 支持孩子游行 他们是为香港好 你看学生游行多和平 根本没有暴力事件 现场还有家长 戴黑色口罩 表达对孩子们的支持 是啊 上午10点45分的时候 段崇智校长 开始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 现场气氛非常平静 学生们一点都没喊口号 等颁发毕业证结束 段崇智进入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时候 毕业生们才穿着黄色记者仿光衣 再次举起标语 大喊口号 这叫迎来送往 够有礼节 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毕业典礼 校方趁校长一走 赶紧宣布 因特殊情况 毕业典礼提早结束 这印象太深刻 受不了了 在当天举行毕业典礼的 香港科技大学也是 因为港科大学生周子乐 他警方清场过程中坠楼 现在已经有新消息了 已经不幸离世 那个时候 已经有毕业生戴着口罩 参加毕业典礼了 更有人在台上大喊 希望在于人民改变 始于抗争 香港反送中运动 持续五个月 港警血腥镇压 是愈演愈烈 超过3000人被逮捕 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 港府10月25号的时候 有个数据 至少264位大学生被捕 其中中大香港理工 都有将近60人被捕 港大还有专业教育学院 也抓了40多人 这些被捕学生里头 都有人被起诉 前任上好多媒体都报了 10月10号那天晚上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吴奥雪 向校长哭诉 自己被捕期间 遭遇警员性暴力 吴同学哭诉以后 短短几天之内 就得到了超过 18000个中大师生 还有校友的 10名联署生员 要求港府彻查 施暴警察 还要求校方 加强保护学生 学生们付出代价 实在是忒大了 要说香港年轻人 也真是了不起 反送中这么长时间 好多大学生 几乎是全程跟进 特有担当 香港那大环境 跟那摆着呢 自由社会 有普世价值的 判断标准啊 确实跟大陆 这是天壤之别 至少还没被大陆 那种洗脑教育 彻底污染 你不说别的 就中大学 吴奥雪 向校长哭诉以后 校长发长文 怒批港警 丑个行径这事 要是发生在大陆 哪个校长敢这样 这绝对没有 中共党媒 当时都气疯了 一通跳起来 大骂中大校长 有这事 新华社还假装 转述香港 叫决人士的态度 说 希望中大校长 收回错误言论 重新发表 合理的生平 这完事呢 又发了一篇 酸溜溜的随笔 叫 香港的教育 病了 这样啊 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健康没有病的 党国教育 应该是什么样吗 行 茶友老刘 前两天 来了一封信 晒出了他们家孩子 在学校期中考试 遭遇了 关于香港游行的 一个健康 没病的考题的事 嗨 考题都是 健康没病牌的 怎么说的呀 我念这封信啊 我念念 最近是大陆中学生 期中考试的时间 我的孩子 今年初三 且看看他们 历史期中考试的题目 题目公然把香港游行 定性为暴动 而且问孩子们 处置办法是什么 啊 开始让孩子 参与暴力清场 这是要啊 老刘就说了 试问 孩子们能有什么办法 这道题不仅仅是洗脑 更像是 一个在学生中间的民调 摸牌呢 看看哪个孩子 思想有反动倾向 老刘就说 我的孩子 因为我们翻墙 一直关注香港 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却不敢回答一句话 在带回来的卷子上面 他小心的 写下了 FreeHK 解放香港 行 这孩子有出血 是啊 老刘也说 说在这个问题上面 作为家长 我很欣慰 宁可历史成绩差 也不能答这样的事题 在还没有历史结论的 正在发生的事情上 教育部门公然定性 如此不客观 不中立 俨然已经是党妈的洗脑机器 我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沉默 心中只能有一点卑微的骄傲 嗯 您就说 香港的孩子们 干嘛这么拼命 抵制中共染红香港 这道考题 把理由彻底说清楚了 不抵制真不成 不对比是真不知道严重性啊 就是 不过这一对比呢 也看上来了 经过十几年各自的教育 大陆和香港出来的大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 得差到哪去了 就是 你看看港中大这一毕业生 想的是什么 你再看大陆那帮精致利己主义的 大学生想的是什么 都泄气了让人 嗯 真羡慕港中大这些学生啊 他让一好校长 还有那么多好同学一块抗争 哎 刘卓你知道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 学生为什么这么有气节吗 有气节 应该是香港那大环境吧 这具体还真不知道 这事儿 我可得给你好好盘古 香港中文大学 在这次反送中抗争里头 表现这么出色 这是因为 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人 第一任校长钱穆先生 是以最坚决的反共 恢复中华传统文化 为终身志向的 民国国学大师 中大还有这历史呢 那必须啊 行 今儿算来着了 那好好给我们讲讲中大这第一任校长的事吧 成 咱们说说钱穆先生 这样啊 咱们把这镜头还得切换到49年之前去 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等等等等 都是名校 那绝对名校 哎 这钱穆先生 在上边这些名校里头 挨个做过教员 我这么厉害啊 对 尤其是在北大 钱穆先生被学生评为 北大最教座的教授之一 北大学生当时有个说法 北胡南前 胡是胡氏 钱是钱穆 哦 跟胡氏齐名 够水准 抗战爆发以后呢 钱穆先生跟随着北大 南车到了云南 哦 好像变成西南连大了吧 对 这期间呢 钱穆先生用饱满的道德意识和爱国热情 写了本书 国史大纲 这本书很快是风行全国 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一写就成教材 太厉害了 这个 可是你要知道啊 当时中国是民族威王 西学东建 这年轻人呢 都受中共地下党的左派宣传影响 读的全是什么左派的进步书籍 观念里头也是民族虚无主义 蔑视贬低中国传统文化 是一个人进步的象征 是啊 家伙那时候共产党那左派起手们一通忽悠啊 就是啊 寻找治国的烈药呢 据钱穆的二儿子钱行回忆说 49年以前 我读高中 父亲有一次回来 见到三帝前逊那块 有一本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 就把我们叫一块 教导了一番 教导一番 怎么教导的啊 钱穆劝儿子 还是要看曾国藩家书 别看那些马列的书 不要上当 别相信那些东西 哦 这老爷的那时候就明白啊 对 可是呢 当时的儿子们不接受 钱行就说 那时候青年学生跟后来红卫兵差不多 都特别狂热 那这就难办了 是啊 后来钱穆这些儿子们跟马列主义接触 先后都参加了学生运动 而且都自个认为 非常的进步革命 就这么着 逐渐远离了父亲 当时校园里头 激进的左倾思想特别强势 钱穆呢 后来看不惯 黯然离开了西南连大 不过当时讲公讲实 特别赏识钱穆 专门约见这位国学大师 当时钱穆先生心情很差 回复俩字 不去 得 把蒋介石给拒了 牛人一枚 鉴定完毕 是 蒋公后来也是再三邀请 钱穆这才欣然前往 去重庆为国民党中央培训团 做国学精神的演讲 到了晚年 钱穆先生定居台北时候 蒋公事凡会见钱穆 都特地改穿长袍 对钱穆是礼遇有加 哎呀 老爷子真是太牛了 哎对了 咱说半天 这跟香港中文大学 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这就来了 1949年4月 中共的军队过天欠长江 进挺江南 这消息传过来 好多民国的知识分子 立马面临选择 何取何从 当时呢 有位学者叫钱基成 对中共非常看好 玩命劝钱穆留下 钱穆扔下一句话 蒋真 您也是研究古文词的 您好好瞅瞅中共军队渡长江那篇文告 有没有大度包容的气象啊 这钱穆说的那篇呢 就是毛泽东写的文告 钱基成听完这话 一生没敢言语 看来钱穆是从毛泽东那文告里边读明白了 红色中国男友知识分子的容身之力 一点没错 而且这预感很快就应验了 1949年8月 毛泽东发表评论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点名批判胡适 傅思年还有钱穆三个人 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 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瞅见没有 这就已经开始骂上了 就是啊 毛这公然一骂街 这钱先生虽然早有思想准备 可也是大大的出乎了自己的预料 后来钱穆就说 要说我也算是单枪匹马一届书生啊 足迹不到惊户平津 况且也没在公立学校教书 这怎么会找到我头上来了 形势不好 老爷子还是赶紧颠吧 真让你说着了 现在撒丫子已经晚了 腊肉那篇骂人文章发表之前四个月 人家胡适已经去了美国 更早八个月前 傅思年去了台湾 就上了钱穆老先生 搁一个了 危在旦夕啊 就是啊 当时呢 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 正在赶赴广州任教 不久华侨大学签至香港 钱穆就把一家老小 托付给苏州的城防司令 自个儿跟着全校的师生 转往香港 真够惊险的 这晚走半步都悬了 到了香港呢 钱穆见到了很多彷徨的流亡青年 也是一些失学青年 当时这些孩子是走投无路 钱穆就想到 应该办一所可以用中文学习的大学 钱穆当时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 在九龙借了华南中学三间教室 筹办了一家亚洲文商学院 这是夜校 钱穆担任院长 到了50年 上海商人王岳峰 在九龙深水部买起一栋小楼 贡献出来做了校舍 学校搬了家 名字也更新为新亚书院 改白天上课了 院长还是钱穆 哦 那万天那中大的新亚书院是这么来的呀 对 钱穆在校刊上公开撰文说 本书院创始 在1949年之春 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 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毁本国文化 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 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 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 以免误入其途 既误其本身前途 亦遗害于国家民族 以及世界和平 这不愧是国学大师啊 这远见不是盖的 听着这话 共产党的一碗凉水是看到底了 不过这建校初期呢 其实是非常的艰难 没经费 钱穆先生的办公室 晚上就是他本人宿舍 因为学生全是内地的流亡青年 没钱 所以就这不足百人的师生 每月亏空就多达3000港币 后来还是蒋公一直出资帮了四年 直到学校争取到了 美国耶鲁哈佛大学的援助 蒋公才逐渐停止了拨款 你说这我想几个事啊 那当时中共有没有上香港 去统战钱穆去 这不共产党一贯伎俩吗 是 那能放过他吗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中共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 还有钱穆侄子 钱伟长 一块统战来了 劝钱老回大陆大展宏图 那老爷的答应了吗 能答应吗 钱穆给老师吕思勉写了封回信 说一旦回大陆 虽无刀斧之行 但需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 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 朱光潜这两位教授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 做检讨 我要像他们那样做检讨 坚决办不到 这等于行尸走肉 丧失了人的尊严 不成 坚决不成 还是钱穆有士大夫气节 真得给这老爷的点赞 到了57年 钱穆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 说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 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 不会清算毛泽东吗 好杀人 敢杀人 多杀人 绝非历史真理 如若杀人成为历史真理 世界将不会有人类 人类也将不会有历史 用客观统计的方法来检查以往的历史 好杀人 敢杀人和多杀人的 中国以往如皇朝离闯 现代世界如斯大林 其他不必多举 试问有哪几位多杀人的人物 在他身前身后没有受到真理的清酸 估计毛泽东看这篇文章得气冒烟了 那不管了 1963年新亚书院联合了另外两家学校 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一所大学 68岁的钱穆先生亲定校名香港中文大学 哦 钱穆先生亲自起的名字 对 当时在英国属地香港 这是第一所中文教学的大学 到了1966年那会儿呢 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 大陆的大中学校是一度限于停顿 根据钱穆先生的夫人胡美奇回忆 钱穆先生是日夜在长廊上走来走去 一言不发 持续一两个月之久 有一天 钱穆突然说 他要编写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 这样将来中国大陆 即使老师和课程都没有了 也可以拿这读本 为那些研读古文献的国人 开一条门径 挽救传统文化中断的危机 哦 明白了 看来香港中文大学的名字真没摆起 有担负着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 嗯 到69年的时候呢 钱穆赶赴金门 对军官发表演讲 哦 到台湾了这是 对 在演讲里边 钱穆先生给出了惊世语言 他说 此刻 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 最多将是一个 有骨骼 有血肉的行尸 大陆政权 正如一块大石头 在很高的山上滚下 越接近崩溃的时候 其力量越大 三面红旗多恐怖 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 下头还有更恐怖的是 我们大陆通胞正是受尽苦难 然而最终总会有苦尽甘来之日 我看这钱穆先生还得加一title 预言家 彻底把共产党本质看透了 对 还有一事呢 钱穆先生根本就从来没承认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名头 一直到1986年 他还不承认这是国号呢 真够硬呢 钱穆就说 中共盗取政权 从此以下 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 需改由非中国人 如马恩列斯来领导 就是欣浩年先生那句 不做中华儿女 做了马列子孙 对 老爷子钱穆是至死跟中共为敌 晚年时候呢 他一度双目失明 到那时候 钱穆还嘴更不错呢 他自己说 让夫人做记录 在晚学盲言这本书里头 批判马克思邪说 绝对是反共战士 对 哎对 那钱穆的孩子们后来去没去香港呀 没有 要怎么说洗脑教育坑人呢 这钱穆的儿子们呢 自从被中共洗了脑之后 就跟父亲分道扬镳了 这也真够悲剧的了 1949年以后 由于钱穆公开反共 这几个儿女的工作和生活 都受到了株连 孩子们呢 也是被逼迫着 公开谴责批判父亲 50年那会儿呢 钱穆还可以给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写信呢 在信里头 钱穆非常希望他们到香港读书 可是当时中共已经定性 钱穆是卖国了 所以被洗脑的兄弟三人 也都认为 父亲逃港是不爱国的表现 当时二儿子前行18岁 思想特别红 直接把毛那报纸文章 用信寄给了他父亲 三个儿子钱训就更蒙说了 后来做了清华大学 二十多年教员 大伙这是教什么吗 专门教马列 哎 仨儿子 这国家脑真是够坑爹的 这坑爹这词 搁这儿太合适不过了 后来钱穆的儿女们 在政治运动里头 陆续被下放 为了避免牵连 钱穆也跟儿女们 断绝了书信来往 哎呀 那最后见没见着面呀 见着了 但是已经是31年之后 1980年的事了 31年过去 也是物是人非 子女们和父亲重聚 钱穆当时已经85岁高龄 钱穆死了以后 夫人胡美琪公开发表回忆文章就说 跟子女见面那会儿 钱穆一直等待孩子们向自己道歉 或者做个说明 文革那会儿 为什么用那么革命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父亲 可是钱穆什么也没等到 子女们没向他道歉 这也成了钱穆临终前 难以言表的痛苦和遗憾 反正这些事将来都得算光上脑袋上 钱穆先生教书育人近80年 1986年钱穆在台湾的素书楼 上了他这一辈子 当教书先生的最后一堂课 给学生留下一句话 你是中国人 不要忘记中国 1990年8月30号 96岁的钱穆无疾而终 秘书清点遗产发现 钱穆先生一个钱也没有 只有一副眼镜两根拐杖 就冲香港中文大学这开神鼻祖 这品格和气度 我看共产党啊 是无论如何也收买不了 中文大学的年轻人了 愿不得港中大学生们这么有气节呢 祖师爷那传下来的 其实也不光香港中文大学 整个香港就是个自由港 好多网友看见身穿蓝色 学生旗袍那女学生 在大街上接人练反送中 当时不是感慨吗 看见香港的中学生 延然看见了那个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 香港真是中国人的福地和希望所在啊 绝对是中国的希望 你就光看香港满街那天灭中共那标语就知道了 中共那狗肉摊子真要砸香港人手里了 往下看吧 好戏啊 跟厚啊